歡迎大家來到泰山自主 今天我們做個冬至飯 五菜一湯 想你都害怕 我們要做什麼呢? 首先有這個章魚花生雞腳湯 然後還有這個蒜子上湯豆苗 然後有這個XO醬聖子炒小西蘭花 然後還有這個咕嚕肉 然後有一個鮑魚冬菇炆雞 還有最後就是米粉蝦 事不宜遲,立即開始 煮一頓飯的步驟和程序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中菜很喜歡一次過上來 於是你一定要想定 甚至寫下就更加好 好,我們第一樣要做的就是先攪湯 鮑魚,我們就要浸泡了 這個已經浸泡了一個小時 我們倒了一點水 還未完 其實鮑魚有這樣的衣 我們要撕掉它 這樣撕掉它 好,大概就是這樣 這樣就清潔了 這些髒的東西我們先把它撕掉 然後我們就把那個鮑魚切開 切細一點 好,切好那個鮑魚 然後我們要預備其他東西 包括有這個豬斬骨 我已經是出了水 然後當然有這個雞腳 剪掉腳指甲 然後花生 然後蜜棗 那就是這幾樣東西 這個湯 我知道有些人是會放微豆的 不過我這個版本就是跟我阿嬤的版本 他就沒有放的 他只是放這些東西 但我覺得已經很好喝了 好了,準備了一鍋水 這裡有2.5L 我們先把骨頭放進去 然後雞腳 香魚 花生 蜜棗 煮滾了之後 轉小火 然後蓋上蓋子 煮大概1.5-2個小時 我們現在先煮這個湯 好了,完成了最久的湯之後 我們要做第二次的東西 就是醃東西 我們要醃這個豬肉和雞 豬肉當然就是咕嚕肉 咕嚕肉 通常你第一時間想到會用什麼肉 就會用這個梅頭肉 但是我告訴你 用五花腩 才是最完美的咕嚕肉 我們先攪拌豬肉 好,這裡有一條五花腩 我們就把它切成皮 好,我們要把它切成一半 好,然後我們就把它切成一條條的狀態 不要太厚 好,切好之後 我們就要醃它 首先加點鹽 加少許糖 然後先攪拌一下 然後我加少興酒 然後木薯粉 好,先攪拌一下 然後用保鮮紙包著它 放回雪櫃 臨造之前的20分鐘 拿出來攤透一下它,OK? 好,接著要醃雞了 這裡就是一隻雞 我們已經將它斬件 我亦都將它沖了水 我在跟法國處做雞的時候 他們有一個方法去清洗雞 是怎樣呢? 就是將這一盆雞 放在水喉下面 然後不停沖水 一開始沖的時候 這些水是較為軸的 那你沖到雞的水是完全清的話 即是說已經是乾淨 這個就是法國人的做法 但是我做了這麼久 這樣的方法都不錯的,OK? 好,那我們就醃雞了 同樣地放點鹽、糖、少許胡椒粉 接著我會放一點點老抽 燉均勻一點顏色 好,然後就攪拌了 好了,這樣就攪拌了 然後我們就將它包住保鮮紙 然後再放入雪櫃 臨造之前20分鐘出來 可以攪拌一下才拿去煮的,OK? 好了,還有一樣東西 我們要醃的就是蝦 今次就是買了一些已經剝皮的蝦 剝殼的蝦,不是皮 我們因為想蝦直身一點 於是我們就會在它的土燈那裡 去割一割刀 就盡量做到這樣的 即是坐在這裡,OK? 好了,切好蝦 我們就把它小心翼翼地放在那個盆裡 接著我們就要醃蝦 好,第一樣要做的就是加點鹽 然後就加點燒酒 接著就加點胡椒粉 然後加點木薯粉 這樣就輕輕力了 因為你已經把蝦割過來 所以我們不要太大力去醃蝦 好了,到最後蛋白 我們再攪拌一下 又是讓它們醃一會 當然保鮮紙包著放在雪櫃 煮之前20分鐘,拿出來就可以了 好了,接著我們又要浸一點東西 這個就是米粉蝦的米粉 這次我們用了這個銀絲米粉 因為我們想越幼越好 不過我們要先浸掉它 就是這些,一餅餅而已 很便宜 冷水,浸著它就可以了 好了,做完所有要醃的東西之後 我們就做一些切切剁剁的東西 好,這個就是小西蘭花 好了,哈哈哈哈 英文就叫做brocolini 它是芥蘭再加西蘭花 這一個是溫血而來的 不是經常會看到 但是我覺得這個brocolini 是真的挺好吃的 於是今餐就試試用它來炒聖子 好,我們首先就把它簡單地 頭就是這樣,有少許葉我不要 然後那些框就切一半 就是這樣就可以了 搞定,接著我們預備一下 咕嚕肉的配菜線辣 今次就用了尖椒 未必是辣的 看我的小朋友的做法 哈哈哈哈 其實那個辣味 你一會兒去紫和白色的邊 都已經走了很多 所以,OK的 這個紫洋蔥其實不用一定加的 但是我覺得加了紫色就挺漂亮的 至於菠蘿我加不加呢 我就不加的 因為我經常覺得加菠蘿是為顏色 因為那個醬汁已經是蓋過菠蘿的味 即是我自己覺得是這樣 好,首先我們就將這個定 切走它 然後去到這些尺寸就可以把它切一半 接著再把洋蔥拆開它 因為如果你不拆開它 它是炒不開的 好,接著我們攪拌一個辣椒 兩個定不要 切開一半 這些白色的部分不要 先沸水沖一沖 接著就切些三角形狀 這樣就可以了 不用太講究 搞定 接著我們要攪拌冬菇 好,這些冬菇就是乾冬菇 一早已經浸軟了 我就用剪刀剪掉它 好,將它現在放入湯 我們想多一點 於是斜切把它一分為二拖割 好像是否突然多了很多 好,接著有兩項要做的 就是要剝蒜頭和乾蔥、薑片 這些都是豆苗和雞 如果像我這樣一早都切開 記得保鮮紙包住它 否則它們會乾 乾了就沒有味道了 知道 好,接著我們要做一個步驟 叫做blanching 如果你有跟開影片的朋友 我偶爾都會做blanching這個步驟 因為你可以將一些材料煮到半熟 然後放到冰水裡 然後它就會定型 然後你拿去炒的時候 就會快很多 這個步驟你可以做到冬至那天的早上 煮完之後放冷水 放了一會兒 滴乾水 保鮮紙包住放在雪櫃 到晚上要拿來煮的時候 就可以拿出來炒了 非常方便的一個方法 記住了 好,現在我們就打開熱水 這個熱水我已經放了鹽 介紹一下 這個就是聖紙 我在街市買的 它已經幫我湯了 我已經清洗過 我是一直放在冰箱 現在我們就要把聖紙 搓一搓它 好快的 各位,不要搓太久 搓好了 真的十多秒 馬上放回冰水 好嗎? blanching這個步驟 今晚我會blanch幾樣東西 於是乎 我們搓那個食材 首先我會搓一個 顏色最淺的一個 因為呢 如果你搓一些深色的東西 它有機會將那個水 顏色變了 變了 如果你要搓一個淺色的東西 有機會是染到它 在我們這個情況 就是聖紙 接著我們要搓什麼呢 我們搓這個小西蘭花 這一個就要搓久一點 搓大概一分鐘左右 因為呢 你一炒的時候 真的炒兩東西 已經是完成了 好,等水滾回 接著呢 我們馬上放些菜 等著那個菜煮熟的時候 你可以將這些聖紙 放在另一個盤子裡 其實很忙的 不過呢 你有步驟呢 絕對呢 是可以做得妥妥正正的 所以怎樣也好 如果有人煮一個冬至飯給你吃的話呢 千萬不要嫌三嫌四 坐下呢 跟著就說 多謝 我很開心嘛 有餐好豐富的飯吃 知道嗎 好像教仔一樣 Anyway 好,OK 那這個菜呢 你見到已經一分鐘了 顏色非常之美 我想鎖死它 立刻放入冰水裡 好了,水滾了 那麼,我們呢 將那些椒呢 都要搓一搓的 喏 有幾樣好處的 首先,如果你真的怕辣的話 灑一灑它 它的辣味會走的 洋蔥灑一灑它 它那些刺喉的味道 又會走走的 但是呢 你又不要灑太久 大概30秒鐘就夠了 好,30秒的時候 你又將那些小西蘭花 就放在另一個盤子裡 因為它已經是冰了 好,同樣地 你又聞到那些香味 亦都呢 看到那些洋蔥啊 椒啊 那個顏色呢 在搓一搓之後 是會特別鮮艷一點的 所以呢 千萬不要搓太久 那你都會聞到那些辣椒的香味 好了 那現在呢 我們就要把它 同樣地放在冰水裡 又鎖死了它的顏色了 關火 那麼,這個blanching的步驟呢 已經是做完了的了 剛才的聖子 這個小西蘭花 跟著呢 還有這個辣椒洋蔥呢 你就可以把它晾乾水 然後保鮮枝包住 放在冰箱 要煮的時候才拿出來 好好啊 這個方法 OK,記住了 那我們繼續的啦 好了,跟著呢 有一個菜 我們可以先做定的 因為呢 它是可以放的 到你想吃的時候呢 再煮花熱它都可以的 這個呢 就是那個鮑魚冬菇炆雞 OK,那我們呢 就找一個可以上碟的鍋 然後燒熱它 加點油 然後呢 我們就放些雞件下去了 但我們呢 就不要太大火 我們呢 中火去煮它就OK了 還有呢 煮的時候呢 我們就不要動它 油它呢 慢慢煮一會兒 好了 那你大概煮了它 三分鐘左右 其實呢 你都不用太過用力 它那些雞呢 已經可以離開那個鍋底的了 已經 正不正 啊 所以呢 有一點點耐性啊 跟著呢 我們呢 就要放些紹興酒了 火可以調小一點點 擦一下那個鍋底 好了 這個時候呢 我就做些很有爭議性的事情了 就是呢 這個乾蔥 有些人呢 就會說 你應該先爆薑蔥 爆薑 其實呢 我覺得爆了 是香一點的 不過呢 那個味道呢 就可能呢 沒有那麼甜 就是乾蔥就沒有那麼甜 於是乎呢 我現在呢 就這樣放下去煮的 是不是很有爭議性呢 跟著的薑呢 都是 很多人覺得 你不爆不可以的 這樣 你可以試一下 我就覺得呢 這個味道呢 是溫和一點的 你可以試一下 好了 跟著呢 我們呢 就會放些冬菇 哇 真的很多冬菇 不知怎麽算 放鮑鮑 好了 跟著呢 這裏呢 就是一些糖和蠔油 我已經是先混合了 然後呢 我們還有少少的雞湯 我們倒一點點下去 拌一拌它 然後呢 就倒下去了 好 然後呢 再放多少少少雞湯 好了 然後呢 我們就放些 罐頭鮑魚了 當然是罐頭鮑魚 自己去做嗎 對不起 快快醉醉 搞定它 這些是二頭東西來的 好 放好 好 那這些醬汁呢 我們又會放些下去了 好 那跟著呢 蓋蓋 留一條小辣子 然後煮它 用中火 20至25分鐘左右 就好了 OK的了 然後蓋蓋 關火 讓它呢 慢慢自己放涼 那些肉啊 放鬆了 那些冬菇呢 又可以吸回那些味道 那所以呢 其實這道菜呢 神祖整頂呢 有你著數的 還有方便很多的 OK 那要吃的時候呢 再煮起它 行不行 煮雞的時候呢 我們來到這一頓飯呢 最要命的一個位 是愛啊 各位 好 來了吧 這個就是米粉蝦 你看到那一隻 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那你呢 米粉已經浸了 然後呢 我們就把它攤出來 你太貪心了 因為呢 你一會兒都要慢慢攪拌了 好 接著呢 我們在底部 就捲那個蝦了 這樣呢 你不是把蝦推上去 反而你是把蝦捲的時候 那時候呢 扯一些米粉下來 OK 你未必會拿到完 不過呢 你這樣 盡量包含它 OK 捲一下捲一下 就捲了出來 OK 是有點難度的 不過 是過癮的 好 然後放一張紙上面 那這些呢 又不要浪費了 我們如此類推 繼續這樣做了 又拿回一些 平均一點 慢慢做了 朋友 好了 哈哈 出之呢 就捲起了 好 接著我們呢 就要把它放進冰箱 冰一冰 先 軟炸 我們才拿出來 OK 好了 雞呢 都差不多了 看看先 嘩 正啊 蓋上蓋子 關火 讓它休息一下 那你想吃的時候 才要慢火再煮熱 OK 那我們現在呢 繼續做事啦 好了 那麼現在呢 我們就開始做那個 菇撈肉了 這裡呢 就是那個 五花腩 然後呢 我們有一些木薯粉 在這裡 然後呢 預備定一個碟 那我們怎樣去攪呢 我們拌一拌它 再拌勻 好了 拌勻了之後呢 我們就 拿一塊五花腩 不過它固定了 不要緊 慢慢呢 拌勻了 就行了 好 我們拿了這一塊 五花腩 好 然後呢 我們就蘸少少粉 然後我們做什麼呢 我們呢 是要將它 拿到一個 球體 這樣 多餘的粉 就弄走它 就是這樣 看見到 然後呢 就放在這裡 如此類推 繼續做完 菇撈肉出來 OK 一個個波仔 這樣去做 行不行 繼續 好了 差不多到尾聲了 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要做些什麼呢 湯呢 就已經煮好了 接著呢 雞肉煮好了 在這個時候 我們就會 煮好一鍋水 準備煮菜 然後呢 我們就用少少油呢 就去炸那個肉 和配這個豆苗的蒜頭 OK 好 我們把蒜頭 放在這個 烤機裡 火就不要太大 大約 145至150度 蒜頭 炸的時候 千萬不要太大火 慢慢炸 那為什麼用這個火喉呢 因為呢 我們一會兒去炸那個 咕嚕肉呢 第一炸呢 都是那個溫度的 好了 那我們炸了 大概用這個溫度 一分鐘鬆一點 你看到那些蒜頭呢 已經開始變成啡色了 那我們呢 就要拿它上來的了 如果不是 它們就會好焦的了 炸了蒜頭的好處呢 那個油呢 都會有少少這個 蒜頭味在這裡 那麼炸那個咕嚕肉呢 就更加好吃了 好 那現在呢 我們準備去下咕嚕肉了 那這裡呢 再檢查一下火先 對了 好 那要記住 我們呢 一放這個肉下去的時候呢 我們千萬不要在那裡動 油它呢 就炸了 因為呢 如果你一動它呢 那些粉就會散的了 油它自己炸 OK 不要心急 來的吧 那你呢 那些肉呢 放了下去之後呢 油溫可能會降了一些 那你就要遷就那個火喉了 你可能呢 就要大一點點 不過呢 如果那個肉呢 開始有少少啡 啡的話呢 就要調小火了 好了 炸了大概兩三分鐘之後呢 你會見到 咦 動到了喔 挺帥的 如果你看到有些是 表面可能是差一點的話呢 那你就反一反它 那現在呢 你會見到是已經很硬的了 都感覺到 好了 現在呢 我們第一炸呢 其實是想把那些肉呢 炸熟它先的 那這個火呢 就千萬不要那麼大 那炸幾耐到呢 那你炸那個尺寸呢 可能呢 每一個都不同 那其實這個就不好的 千萬不要那麼大 冰冰波小小小小 小小小 那已經很好了 那然後呢 我們其實呢 要炸到呢 旁邊的那些泡 已經開始越來越沒有呢 那就是代表它那些水份 已經是炸得七七八八了 那呢 即是說那個肉 是差不多熟了 OK 那現在呢 我們就慢慢等 火喉 千萬不要太大 啊 給點耐性 OK 好了 那那些肉呢 你都見到 那已經的水份 已經少了很多了 那現在呢 我們呢 就可以撈它出來 放在一個有假的碗裡 嘩 正 好了 如果有這樣的碎 呢 把它撈出來 那這個火沒有熟的 記住啊 跟著 我們呢 就要大火了 那個火呢 我們要大到去 200度 OK 好了 油呢 已經 哇 熱了 跟著 小心翼翼呢 放回那些肉下去 現在我們要第二次炸了 這次呢 我們就要把那個皮呢 炸得再脆一點的 OK 你炸得脆一點 那那個咕嚕肉 就算你不是馬上拿去煮呢 它都能撐多一會 OK 所以呢 這個步驟真的不可以少的 因為如果你真的做 我們這餐這個做東的食譜呢 你有一個人做的話呢 嘩 你都真的要爭取時間的地方 都要爭取到的 所以呢 我們就做這件事了 而且呢 你炸久一點 又不怕會太乾 因為呢 我們用了五花腩 就是最好用來做咕嚕肉的 我覺得 OK 好了 你看到它呢 已經有顏色就轉了 那我們呢 可以 放它上來 嘩 正 有一樣要提提你的呢 我們千萬不要蓋住那些咕嚕肉 就讓它呢 讓風吹一吹乾它 那麼乾了呢 它會更加脆的 OK 好 繼續做其他事情 好了 那麼既然炸開東西呢 我們就炸完那個米粉蝦了 那我們呢 就把油再燒熱一點 都是中火不用太大 然後呢 我們就把蝦放下去了 放下去之後呢 我們又不要碰它 有它在那裡炸 OK 來吧 一次過不要放太多了 好 炸了大概三分鐘了 那我們呢 可以放回在一個架上面了 油它呢 稍微稍微稍微 好 做其他一些 好了 這個時候呢 手腳就要快一點點了 我們呢 煮菜 已經下了些鹽了 已經 同一時間呢 我們呢 就已經煮了一些雞湯 OK 好了 剛才呢 我們不是炸了些蒜頭嗎 現在呢 你可以放進雞湯 在這個時候呢 你只剩下一個咕嚕肉 和那個盛子 那個盛子 你已經煮了一半 於是呢 你是炒起來 它就準備好了 OK 好了 豆苗呢 已經是煮好了 我們呢 放上去一個 有點深度的碟裡 好 蓋一蓋 倒溫的水 下去 做它 靚靚仔仔 接著呢 洗鑊 我們去做這個 咕嚕肉 好了 我們現在呢 煮個咕嚕肉了 首先呢 我們有這個 冰糖和片糖的 先放進去 鑊呢 已經是熱的了 接著呢 我們加些白醋 耶 然後呢 我給你看到下些什麼 茄汁 OK 接著呢 我們加季汁 OK 季汁很重要 好 然後有很多人問 OK汁 就是這一隻 OK 你不要以為是中式食物 這個其實是西式食物 OK 接著呢 我們加些OK汁 接著呢 我們就 要煮一下它 然後呢 再加少許水 對啦 烤一烤碎它 它呢 就容易溶一點 啊 不過小心 不要敲到黃 哈哈 好了 煮到這樣 你都要加一點點鹽 調味道出來 OK 這樣呢 你就用中火 慢慢去煮一下 煮到呢 那些糖溶完為止 那這個醬汁呢 就會越煮越稠的了 這個時候呢 你看到這醬汁呢 嘩 這樣會稠稠地起泡了 接著呢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 咕嚕肉 倒下去了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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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拌勻它 嘩 正 在這個時候呢 倒進去 嘩 嘩 顏色很漂亮 非常好 咕嚕肉呢 就搞定了 洗個鍋 炒完那個聖子 吃得假的了 好了 燒紅了鍋 放油 接著 聖子 嘩 正 不用炒太久了 接著呢 那些小西蘭花 然後這裡呢 就有些雞湯 和蠔油 我們一早拌勻了 現在呢 倒下去 XO醬 搞定 吃得完啦 好啦 搞定了今天的五送一湯了 我呢 就很想去快點吃的 那 如果你也有興趣 跟著這個 泰家造冬的話呢 不妨試一下 ok 都 都ok的 而且這些東西都是 不錯 挺好吃的 記住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和follow我的facebook page 我就去吃東西了 轉頭去洗碗 ok 拜拜 快點 了 咪 快 好 呀 來 咪 呀 是 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